你們知道Lulu之前是整天在黃子嬌旁邊說 喔 黃子嬌哥 我真的很崇拜你 你就是我的師父 黃子嬌之前還送什麼Lulu愛馬仕之類的 真的出事了 然後Lulu馬上出來切割 你真的覺得這個真的非常可惡 你在去年你還會加油嗎? 不會嗎? 你很在乎不是嗎? 你很痛心嗎? 這個真的不行 太假了 今天我是黃子嬌 我看到Lulu這樣子 我真的會覺得說 我今天上新聞點就說 我昨天在我的train上面 就在講說 我覺得有些人 他平常就是拍馬屁 然後舔得要死 那只要人家出事 趕快切割干我的事這樣子 這種人我是蠻看不起的啦 就有人在問我說 下面問說我在講誰 有人就猜是Lulu 然後我就說 那愛馬仕包要不要順便退回去這樣子 一定有很多人會罵嘛 就會講說 Lulu要表態關你什麼事這樣 我跟你說 我個人認為黃子嬌身邊跟他相關的人 要不要表態本來就是他們的自由 發生這種事情 有些時候不表態 也是可能是一個身為朋友 最後守護朋友界線的這個方式 所以我不認為你一定要表態 可是Lulu會讓人家覺得很難看的一個點 在於什麼 在於說 你們知道Lulu 真的之前是瘋狂的鐵黃子嬌 他之所以有今天 都是因為整天在黃嬌旁邊說 嬌哥我真的很崇拜你 你就是我的師父 黃子嬌之前還送什麼 Lulu愛馬仕之類的 之前嬌哥出事的時候 去年MeToo的時候 Lulu在上面說加油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個時候風向還沒那麼糟 他認為黃子嬌還有在演藝圈的這種殘存勢力 他在那邊加油 嬌哥還是可以賞他很多飯吃這樣子 現在就是黃子嬌真的出事了 然後Lulu馬上出來切割 如果你真的很在乎說這種兒哨這些問題 你真的覺得這個真的非常可惡 你在去年你還會加油嗎 不會嘛 你很在乎不是嗎 你很痛心嘛 你心都碎了一地了嘛 你去年就該碎了啊 怎麼會現在才碎呢 我就覺得這個真的不行 你知道嗎 太假了 有人就說那不然Lulu要怎麼樣 你可以不要表態啊 雖然黃嬌真的很可惡 但我有想過說今天我是黃嬌 我看到Lulu這樣子 我真的會覺得說 XXX X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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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